李卓人 詞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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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卓人 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Peace 今天這一場我們用slido來問問題 歡迎大家現在到slido來問我們這一場次的問題 我們這一場其實要討論 如何用數位科技來討論公共議題 理想上我們當我們在網路上討論議題的時候 其實我們會想說我們可以找到很多資料 然後我們會有很多方式去溝通 那應該會得到很快得到共識 或者是得到很多有建設性的觀點 可是瑞凡事情真的是這樣子嗎 應該不是這樣子 就是說我們在討論的時候 其實常遇到的觀點是 因為我們有很多的資料 那我們也有很多的科技的工具去討論 但反而我們得到共識的方式 變得更困難 所以才會有你的明白不是我的明白 這個討論的在今天真的發生 那今天我們會有上下兩個辦廠 上辦廠呢 四個講者會依序來介紹他的工作 還有他現在執行的專案 在公共議題討論上扮演什麼角色 那下半場我們主要是在回答Slideo上的問題 因為其實公共議題的參與大家一起分享 然後我們試著從大家分享中 找出一個更好的工作方式 是我們這一個場是希望大家能夠體驗的 所以希望大家能夠遠距的問問題 然後讓我們能夠一起在這個主題上 有啟發找到更好的方式 所以希望大家能夠一起體驗 希望最後你的明白可能跟我們的明白是一樣的 好 那我們簡單的把四位講者做公共議題的討論 我們分了三個步驟 一個就是我們會知道或了解這個議題 所以我們第一個講者會請握草的字號來講這個主題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當你知道議題的時候 其實你會想要在線上討論 所以我們就請sense.tw的小班來第二個介紹sense.tw 然後第三呢 如果你知道這個議題 那公眾的議題你也有一些討論 你想要跟政府或是跟法案的制定者做一些協商 做一些溝通 那我們就會請V台灣的子余來介紹第三個部分 那最後呢 我們請PITES的方瑞來分享 整個開放政府在討論過程中的一些經驗跟心得 好 這就是今天大壽四位講者上台的時候 那最後提醒大家就是你在問問題的時候 因為我們有四位講者 所以記得要寫你想問哪位講者 另外是我們會參考那個按讚的熱門數來回答問題 所以如果有人問了你想問的問題 那你可以按讚 那他就會比較容易被回答 好 那現在我們請只好 等一下喔 大家好 那個我是只好 我現在在臥草工作 大家可能最近都常忙看到我的 因為我也是大會的工人 好 那臥草呢 是一家很奇怪的公司 然後這是我們五支那個吉祥物 然後如果大家昨天那個下午有來玩我們那個好市長的工作坊 就大家知道這是我們的吉祥物 中間那隻是阿草 中間那隻不知道是什麼東西的 是阿草 然後旁邊都還滿明顯的 對 這個是瓶瓶絕種的石虎 然後來自中國的善意熊貓 然後這個是康德 是我們的哲學家 然後黑熊這樣子 好 那我在臥草的正式的這個title呢 我們是科技和那個設計的召集人 意思就是說其實就是我在做啦 然後我們有很多同事 大家一起做這樣 然後我們也沒有什麼 對 好 總之那如果你在Twitter上面的話 可以用我的ID找到我 那我的email的話也是這樣的ID 然後Gmail這樣子 好 那今天要簡單 因為我只有五分鐘 非常非常的短 那我就必須要跟大家在這麼短的時間內 介紹沃草到底在幹嘛 那沃草呢是從2013年開始的一家公司 那那時候我還沒有加入 我是在2015年加入的 所以前面的話都是聽同事講 我聽說之前沃草在做這個 那沃草最久的一個project 就叫做國會無雙 就在左上角 那國會無雙呢 一開始就是一個國會的新聞平台 那因為台灣人以前就很不關心國會在幹嘛 那現在很多人在關心國會在幹嘛 那以前的時候大家都不知道國會在幹什麼 也不知道國會其實有直播 然後都有錄影 然後也有公報 就是國會每天在討論什麼 那也有組織稿都有 那其實那時候沃草在做的東西 就是把這些東西變得更容易讓大家看到 所以我們就剪影片啊 放在YouTube上很好笑 大家會看到陳超明的執行很好笑 或是什麼其他委員的一些有趣的質詢 或是也有一些很好的質詢 那另外一個很長 很long running的一個project呢 就是給問擂台 那從2014年的時候 那時候柯文哲在選市長的時候 跟連勝文對決的時候 我們就第一次做了市長給問嗎的project 那2016年的時候 蔡英文在選總統的時候 我們也做總統給問的project 2017年的時候 因為沒有大的選舉 所以我們就做議題的給問 譬如說私改的給問 體育改的給問 司法改革和體育改革的給問 然後還有地方立委的給問 有關於地方的一些議題 那最後一個呢就是公民學院 我們覺得很多這種倡議性的東西 最後還是要回到大家對議題的理解 所以公民學院也是一個我們很 一直都在做的一個project 那他之前的focus比較 他之前的焦點比較放在哲學普及 那我們最近也開始在討論說 有沒有辦法把這樣子的方法 延伸到更多的學科上面 那同時公民學院也在 最近也在嘗試更多的走入實體的一些活動 因為我們覺得說 雖然我們是一個網路媒體 那其實實體的空間 現在看起來大家還是比較在乎 就是網路大家現在都充滿的不信任 就成如今天早上第一個講者所說的 所以我們會走入校園 那我們會辦各式各樣的實體活動 工作坊等等 像昨天下午大家玩到的那個樣子 好 國貨無雙 左上角的話就是我們的直播頻道 然後直播頻道會有聊天室 所以大家可以在裡面聊天 那問我們的主持人問題 我們主持人就會說 現在這個法案正在怎麼樣的程序 也許他現在正在委員會協商 他現在正在休息中 他現在正在委員會有什麼問題 然後我們會製造有趣的video 然後配上音樂 放在YouTube上 讓大家看到今天立法院裡面發生什麼事情 那我們會做漫畫 我們會畫漫畫 我們會做懶人包 讓大家簡單的了解議題 然後我們會做一些互動的遊戲 這是我到握草之後的新的嘗試 那左邊呢是非常 之前非常受歡迎的 你是戒嚴學代的誰呢 那右邊這個是我們 收集大家對總公司的那個感覺 然後做出來的一個互動圖表 給問擂台呢 就是大家看到就是 我們做過總統給問嗎 然後立委給問嗎 提改給問嗎 然後現在正在進行的是 六都的市長給問嗎 所以大家如果生活在六都 或者你關心台灣六都的地方議題 就歡迎到我們的網站上來提問 那那個網址可能現在被椅子擋住了 不過就是ask.watchout.tw 然後最後公民學院的話 就是我們有一個討論區 叫繞哲學 那就是哲學寫手們會在上面討論 自己對於這個哲學議題的普及的文章 是不是夠普及 大家是不是看得懂 然後就彼此幫忙 彼此學習這樣子 然後我們的文章呢 會看在聯合報的名人堂上面 那同時繞哲學是畫了很多 哲學概念的漫畫 讓大家用簡單的方法了解哲學 然後他們還出了一本書叫做 《現代曹明哲學讀本》這樣 那我們最近也開始做其他的一些嘗試 有關於最近很熱烈討論的假新聞議題 我們開始想說有沒有辦法 用公民學院這個project來做專題 好 我講完了 嘿嘿 好 那就下一位囉 賴智瑩 好 好 好 謝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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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然後 這是 我們是 嗨 大家好 我們這邊是sense.tw 那我們是一個蠻新的project 那我們這個project就是要讓 nonsense.tw變成make sense.tw的 一個議題釐清工具 好 我們想這個domainnet想很久 議題整理議題釐清工具 為什麼會需要工具來做議題釐清 因為就是在網路上 像我們發生一個社會議題 比如說最近北農或是柯文哲事件 你常常都只看到一個資訊碎片化的一部分 你其實只在跟一部分的人談論 所以你常看到一個資訊 或是別人問你說 現在中美貿易戰到底在幹嘛 你的反應大概是這樣 因為你也講不清楚 到底整件事情是如何 所以sense.tw的前身是一個 G0V在2013年的project 叫鄉民關心你 是一個社會議題的追蹤分析系統 是希望讓在這個網路大量訊息流裡面 可以知道這個議題發生什麼 那我們在2017年就是剛好拿到 一筆政府計畫的錢 希望找人來設計 2050科技願景的線上公民參與機制 所以我們希望用這個機會 把原本的想法再做深一點 也就是我們希望做到的東西 是一個去中心化 由下而上更多人可以參與 更好的討論品質在科技政策裡面 這個講起來滿空泛的 所以我們要先知道什麼叫做更多人參與 或是如果我今天是一個一般人 我要怎麼參與到科技政策裡面 所以我們想說 那我們就先來看看科技政策是怎麼制定的吧 然後結果就滿崩潰的 因為我們畫一張圖已經很複雜了 但是真的在政府單位裡面做事的人 就會跟你說這個政策不是這樣的 或是它有很多case 它是case by case 沒有一張圖可以解釋所有的東西 但anyway我們嘗試在這中間 找到可以讓網路的意見可以進去的地方 然後接下來就會另外一次的崩潰 因為除了發現政策它沒有一套 well organized的制定流程之外 還有就是今天的我們這個panel的題目 就是你的明白不是我的明白 我們就發現我們需要溝通就是因為 政府跟網路社群有一個很大的落差 那我們發現我們要做的事情 是比較像橋階的角色 那落差到底在哪裡呢 比如說有一個議題出來 舉例來說是一個AI人才培育計畫的話 就是網路社群可能看到政府撥了多少錢去投資超級電腦 說要做AI相關的培育 他們就會覺得軟體人才比較重要 但政府會覺得說我明明手上有20個計畫 你為什麼只泡我一個計畫 那對政府來說它又看不到網路社群原生討論的 因為大部分的新聞的還是從傳統新聞的輿論是進到政府的語氣系統裡面來 然後網路社群無法理解 他們認為明明就是同一件事情的事情 為什麼政府要分10個單位來分別處理這不一樣的東西 或者是到底要怎麼樣才可以有效的影響政府 所以我們看到這樣的溝通落差之後 我們想做的事情是我們有個議題整理工具 然後讓網路社群可以把他們的問題跟解法整理再出來 比如說現在區塊鏈到底政府可能他們希望政府做什麼 政府可以把他們這些20個計畫可以整理在一個工具上面去做對焦 那具體來說怎麼做呢 就是在網路社群網路現在討論我們強調reference 跟以前寫報紙不一樣你只能800字的色潤 這個你可以在你的參考資料上畫重點 畫完重點你可以寫說比如說這是寶嘉莉亞政府blahblahblah 那這樣子的東西就可以變成一張議題的地圖 它可以是心製圖也可以是像這個我也不知道什麼圖 關於public money public call 你再拉近一點看的話 可以看到就是詳細的資料來源跟資料的內容 那我們希望透過這樣的方式 你完全不理解這個議題的人 我們可以來討論核能的問題 我們可以來討論實案的問題 回到原本的原始文獻上面 如果大家覺得很複雜的話 就是因為公共議題本來就是這麼複雜 那我們現在手機板做還不是很好 所以建議用筆電看 那所以會遇到一個問題就是 像這個是我們做GinV黑客森減法 我們盤點了260個GinV過去黑客森的提案 那你一定可以想要做這樣的圖 非常花時間 大概花了 我覺得應該有超過二三十個小時在做這件事情 那第二個問題啊 就是到底誰會來整理這麼多量的資訊 所以我覺得對產品經濟我來說 就是一個工具 那就不能只提供一個工具 你還要提供產品以外的其他服務 那我們就是要找到會用來討論 會願意來討論科技議題的人 那我們稱之為議題理性小具 那我們今天剛剛開始做 就是要想要讓大家不是工作房 不是什麼公民審議的方法 就是下班後花一兩個小時討論一下 例如我們已經討論了網路中立信 或者是Public Money Public Call 跟開門軟體採購有關的一些的題目 那我們今天在JOM Conference 希望明天早上有機會可以跟大家聊聊 就是區塊鏈治理的部分 那透過這樣的方法 先挑最後一張 就是讓大家可以 offline的 meet up 討論 然後再回到把討論結果整理到 online tour 然後希望透過這樣可能花 可能花一個月兩個月的討論 然後我們就有比較具體的東西 可以跟政府說你的列管有哪些不好這樣子 那這邊最後跟大家分享 我們在這個過程 線上工具跟線下同時開發的過程裡面 我們覺得有五個在討論公共議題 尤其是有一些比較技術專業的議題 需要的幾個面向 其實六個 第一也是名詞定義 以剛剛區塊鏈治理來說 以剛剛的區塊鏈治理來說 就是 區塊鏈到底是什麼 你治理是談的是政府怎麼治理區塊鏈 還是區塊鏈社群如何 self-governance 那問題可能是 隨便來問就會說 那如果有駭客就是破解這個區塊鏈的帳本怎麼辦 那可能就會有人提供一個回答 但是回答會再引出更多的問題 然後以及在網路上討論非常重要的是有補充資訊 最後一個大家會可能在V台灣跟芳瑞會提更多的是 以往科技盛情人在討論這些東西的時候 不會注意到厲害關係人 一件事情 有不同的團體或不同看法的人在裡面 那把他們的意見都收進來 也是對於你要整理議題或是倡議是比較重要 你才會有不同的觀點 就是不同的觀點 那就是歡迎大家可以來跟我們聊聊 你覺得可以怎麼樣促進線上跟線下 這樣子的一個loop的公民討論 那我今天就介紹到這邊 謝謝大家 好 請子瑜 在子瑜準備的時候 請大家要開始問問題喔 然後 這是 這邊 好 大家好 我是子瑜 然後是個那個興趣使然的公民hacker 那從2016年開始參與V台灣這個專案到現在喔 平常是一個就是普通的上班族 就是一個不務正業的法律人這樣子 對 然後 又回到第一個問題 什麼是V台灣 那我們常常在V台灣社群有個笑話就是 一個V台灣各自表述喔 就是關於V台灣的詮釋非常的多 那 我個人比較在乎的就是 V台灣是一個透明開放 然後開放給群眾去做 一個政策制定前期的提供意見 跟產生共識的一個平台喔 那它非常重要的一個點是公司協作 那我們怎麼樣去幫公部門去當他們的政策有點歪的時候呢 不能去幫他們轉動一些方向盤 對 然後這個是借用一下那個 對 然後 這邊 V台灣在影韻上面最核心的是我們每週三的小黑客搜 那歡迎大家來參加 然後再來是願意或者是這些部會 他們必須要一起來跟我們協作 然後再來是還有參加線上這群會議的這些厲害相關人喔 然後跟提供意見 或者是幫我們轉發議題到各個地方的朋友們 對 等一下 好 對 然後我們V台灣之前有使用過蠻多的就是各式各樣的工具喔 那因為剛剛就像剛剛這個為什麼有這麼多不一樣的詮釋呢 因為V台灣每天都在進化 就是他們每個禮拜可能都這個案子跟那個案子因為不一樣的考量 或是什麼我們會嘗試使用不同的工具喔 那這些工具其實也會就是被其他的平台拿去使用啊 例如說join的設計之類的 對 對 然後因為這邊大家可能很熟悉的我就快速跳過 對 然後根據 根據報導 對 我也不知道 對 據說有 這個在V台灣上面的這26個案子產生了就是決定性的一些對於政府可能之後 比如說像之前Uber的案子啊就是在V台灣上面產生共識之後 我們用這個共識由公部門再去做法律的制定喔 然後或者是說像之前有一些像沙河的案子也是類似像這樣子的狀況 對 然後這邊我就比較不提那麼多了 那所以大家可以知道一個很重要的點其實是 V台灣是一個公司協作的一個互相挖坑跟填坑的一個過程喔 那以前的話通常比較多是公部門這邊他挖坑 然後就是例如說他想要針對某個議題做一個意見的偵詢 然後由V台灣這邊去幫他去操作這樣子的議程 或是去操作我們要怎麼樣去做這件事情喔 那中間當然會有非常多的角力 例如說公部門他其實想要這樣 想要產生這樣的結論或是什麼 那我們怎麼樣去轉動這樣子的 或是去說服他們或者是使用其他的工具去避免這樣的情形發生 我覺得是我比較在意的地方喔 對 那在2016年之前V台灣有非常強大的政治支持喔 那 對 那就是自從2016年之後那漸漸的可能部會他們對於這個平台的興趣就不是那麼的高 那原因的話我個人個人是覺得是因為之前其實也是有點 因為V台灣提案就是一開始產生V台灣的 對 對不起 時間 對 一開始在 一開始是由 蔡玉琳她當時是政委嘛 那來到V台灣她提了這樣子的 希望有這樣子的一個平台的案子 不好意思 對 那 當然 想當然而嘛 因為公務 公務機關就是以長官的就是喜好為就是偷妻所好 那他們當然會非常樂意運用這樣子的平台 或者是說她比較會運用這樣子的平台 那 因為現在可能比較沒有那麼 那麼 呃 就是應該說 對不起 對 然後就是就會發生一些批評啦 就是喔那這樣子我們在上面討論這些內容 公務門後來都沒有採納 例如說我們在對於網路上面賣酒的這個案子 其實已經有產生共識了 然後也產生也整理了一些東西給相關的部會 但是到最後在最後一刻也是有被喊咖這樣子 對 那如果說人民給政府的這些意見 然後到最後我們這麼辛苦在平台上做了這些整理 最後都被忽略的話 那這樣是不是一種洗白呢 那或者是說 呃 如果因為政治力的影響可以去影響到這樣子的平台 到底能不能被接受的話 那難道說就是開放政府要成為就是自助餐嗎 那就是政府想要想要聽人民的意見就可以聽不聽就不聽這樣子 對那我個人是覺得除了我們政治力是非常不穩定的 就是可能今天這個這個政委他願意願意支持這樣子的平台 明天那個政委可能就不願意支持這樣子的平台 所以我想尋求的是一種政治力之外的可能性 呃 所謂的公司協作其實就是 就是他是一個巴掌拍不響的 就是 就算只有私部門 就是我們私部門一直 呃也不是我們私部門 就是社群如果一直一直說 啊你為什麼不聽我的呢 可是其實說真的為什麼人家要聽你的 就是 呃 就是 就是公部門他們其實有自己做事的流程 然後以及他們所負擔的一些責任 那 我們必須要去成為 去尋找這些願意主動跳課 然後創造改變了公務員的這些盟友 然後或者是說社群本身提供的意見的值跟量 到底是不是真的 真的 能夠那麼的 呃有效 或者是那麼能夠 有那麼多的代表性呢 那 那如果說真的真的已經很有代表性了 那我們都已經有非常好的建議給政府 但是他們卻不願意接受的話 那 我們是不是應該要就是 如同 呃 當年就是318的時候就是 形成一個壓力的團體去說 我們已經有做這樣子的意見 為什麼你不願意去接受呢 對 然後這個是我自己 這兩三 兩年來參加V台灣 一直以來 就是很多人會問我說 為什麼你要參加V台灣 V台灣已經爛掉了之類的 對 那我是覺得 呃 因為V台灣它就是需要 它是過去每一個來自公務部門 或者是私部門的貢獻者們 在很多的努力之下 好不容易去找開的一個通道 那政府它現在至少它願意去稍微請聽V台灣 這樣子的平台的一個意見 那它就跟民主本身一樣 如果大家不去使用它 大家不去參與它的話 那它很快就會消失 它很快就會變成一個無用的東西 對 那所以不好意思再給我一點點時間 對 那所以這幾 這兩年我們做了很多事情 然後大家可以自己看 對 然後美洲山有小松 那現場有使用過政府開放資料的朋友嗎 不好意思 可以稍微舉個手 好好好 謝謝 那有沒有就是公務員的朋友 或者是做政府開放資料的相關的朋友 舉個手 你好你好 好開心喔 對 然後所以我說那個啊 在座各位都是 我們在找厲害關係的人 耶 好 那這邊有一個QR Code 麻煩大家 有空的話掃一下喔 對 然後這是我們正在V台灣上面 進行意見遵集的政府資料 與民間資料相關的一個 研討要不要制定一個法規 或者是說我們該怎麼樣去促進政府 的內部部門之間的資料流動 或者是跟民間的資料流動喔 那我們現在開了一個Police 就在這個QR Code 可以拿起你們的手機 就在這個QR Code上面 然後可以進去然後幫我們做一下 意見的回饋喔 對 然後我們 這個是之前 裡面有一些相關的資料 大家可以先看一下 對 然後 我們在10月31號的時候 會有一個諮詢會議喔 在晚上7點 那請大家告訴大家 或者也可以收看直播 嗯 然後 對 謝謝大家 好 那我們請請方睿 來 大家好 我是PITES的方睿 那在這邊要先跟大家說不好意思 就是接下來我的簡報會有中文跟英文的夾雜 因為我個人覺得說語言它其實是一個工具 但是在使用這個工具上面的時候會有一些優點跟限制 那我會用比較可以去呈現的方式去用適合的語言來做接下來的簡報 那 呃 呃 PITES的文化呢 會是希望說 我們呃 呃 不是一個去Push別人的一個壓力 而是希望看到就是慢慢的改變 所以我們會去擁抱這種心態 就是滴水穿石的這種觀念 去做任何的事情 那PITES有很多不同的目標 最重要的目標呢 是希望去呃 呃 建立公民以及政府的互信 那今天我們的題目呢 是你的明白 呃 不是我的明白 那所以 我們就來想一下看看說 你的明白是不是我的明白 這邊我想要呃 呃 分享一張圖 那 呃 這張圖呢 它其實就讓我們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 中間的這個是Truth 但是如果你用不同的角度去看一件事情 它 它所看到的東西 就會是不一樣的 但是這些也都是真實 就是都是 都是 都是真的 只是說 我們看到的 從 切的角度不同 那 如果要讓你的明白 可以變成我的明白呢 就是其實我們最重要的就是 可以把 旁邊這些不同的東西 都串成一個面 因為如果想像說 現在有一道光 在照這個 呃 那我們可能會產生出各種 各種不同的 呃 投影 投射在後面 那 當然 我們現在社會的議題 或是看到事情的這個真實的面相 其實不會像這張圖這麼簡單 只有這個兩個面 可能是會有非常多不同的面相 那如果可以讓你的明白變成我的明白 就是盡量可以去看到中間的這個真實的地方 那當然剛剛那兩個 兩個投影都是沒有 沒有誰對誰錯 那 這邊就舉個簡單的例子 就是在我們真實的討論上面 有發生你的明白 呃不是我的明白 然後 然後 可能 被 可能 一個人他所看到像剛剛那個圓柱體 看到一個圓形的投影 但是有可能他 他 另外一個人在解讀這個人的解讀的時候 會被解 會解讀錯 那樣的情形就有可能會 被代言 或者是那個討論就會往一個 比較不健康的方向去前進 之前我們有處理過一個案子 是公共偵測網路產品的上面 開放梳花改多車種通行 那那時候有非常多不同的厲害關係人 在討論這個議題 那 那時候就有發生到一個最 就是 令我最印象深刻的一個討論 就是非常符合你的明白 不是我的明白的這件事情 就是你的危險 不是我的危險 那時候 蘇花改的那個道路在想 要不要讓 因為有機車的 機車主會希望說 蘇花改可不可以讓機車通行 那他們所認為的 他們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背後的原因就是因為他們覺得 原本的這個蘇花公路很危險 那所以對於機車主來說 他們認為的危險就是 我走蘇花公路會有落死掉落 在天災或者是 危險的這種氣候的時候 他可能會面臨要被落死砸到的風險 那對於交通部的觀點來說 他的危險就是 我如果讓機車主在蘇花改裡面通行的話 那車種就會有各種不同的車種去混流 那這是我所認為的危險 那其實 他的明白 不管是誰的明白 其實都沒有誰對誰錯 車種混流跟落死掉落都是危險 但是如果說這個不同的明白 沒有辦法互相去同理 如果沒有去同理的話 那就會變成說我在講的還是我的明白 你在講的還是你的明白 我沒有看到彼此的所在意的點是什麼 所以我想說再強調一次就是 其實 這個 你的明白跟我的明白都沒有對跟錯 那重要的是我們能不能換位思考 能不能有同理心去接受這一切 這些不同的真實的狀況 然後去幫助實質的溝通 那這張圖呢就是 其實昨天宇昌也有稍微跟大家分享過 基本上這個是一個我們想說 也許未來我們在看你的明白跟我的明白之間 也許可以用這樣的方式去看 我們中間交集的點跟沒有交集的點是什麼 那如果說我們可以把我們的資訊 可以再切得更清楚 然後用同理的方式去了解 也許我們可以抓到的這個最大公約數就可以越來越大 那所以PITIS現在呢 PITIS有非常多不同的工作 那我今天只會講跟你的明白 是不是我的明白中間的一個小部分 那這個就是議題分析 其實議題分析我們在跟Sense 也有很多的溝通及討論 那剛剛其實小班已經有說了 就是關於Sense的這個背後的 這個數位工具它怎麼操作 然後它長什麼樣子 其實PITIS也是以秉持像這樣子同樣的精神 去做議題分析這個事情 那所以PITIS其實自己也開發了一套 就是跟Sense一樣很像的工具 那我們其實在開發過程中 有一直持續的討論 那去想我們背後分析議題的方法 的方式是什麼 那所以我們也有就是產出一些 怎麼去分析議題的一些方法 那這個簡報之後 大家也都可以進去看細節 我就比較不講太實際操作面的事情 那在這邊呢我也會希望說 來講一下為什麼我們會想要設計這個工具這樣子 那所以在英文我們把議題分析這個工具稱為 issue mapping instruction 然後issue mapping instruction is a toolkit for issue analysis 那會幫我們研究 complex問題 with multi-stakeholders and plus everyone the same page before and during the discussion and we hope that this tool can help lower the stress hold for reflection and critiquing by making the information clear during discussion this tool consists of three linked segments as you can see below these are the three segments the first segment asks participants to clarify the context of issue and the second segment identifies policy and strategy and then the last segment identifies stakeholders it is not necessary to complete this diagram in the order presented but to confirm the relevance of each piece of information however this means that the following element problem possible solution current planning and future planning should have relevance instead of mutual independence so why do we need issue mapping? everyone should have the responsibility to participate in public affairs we shouldn't expect heroes or blame certain people if careless decisions are made we should reflect ourselves and see what actions need to be made context is very important and we need collective intelligence to complete the context 那接下來我們這一段呢就會是 關於怎麼樣從剛剛的那樣的方法論一直到延伸到一個網路的版本 也就是像Sense剛剛Present的這個版本也是一個網路的版本 也是一個網路的版本 那我們希望說不是只是從紙本的這種方法論 而是如果今天是一個數位的工具的話 就會有越來越來越多人他可以去參與這一切 那也會希望說每個人的你的明白跟我的明白 不是只會局限在特定的少數人的手中 而是透過數位化去讓更多人可以參與這樣子的旅程 那我們會希望說到最後是每一個人他都可以有機會 去影響政治決定 好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各位 然後我們接下來就是回答問題的時間 所以請大家來看一下投影上面 可以方便把那個slider投影出來 好 那我們基本上這個時間呢 還有大概50分鐘我們大概都會在問題的回答 好 那我現在就第一個問題是問小班 好 那議題地圖是要給誰跟什麼人看呢 如果 你看得到題目好 對 我要我附述一次好 因為有權的首長沒有時間看這麼複雜的圖 而實際執行計畫的科研沒有權改變政府 好 請回答 對 很像什麼百萬大富翁三分鐘請搶大之類的 但我想要先問大家一個問題 就是在座的人覺得如果一個議題 比如說核能議題或是食安議題 你拆成剛剛那樣的圖對於你理解這件事情有幫助 可以舉個手嗎 好 不錯 大概有一半 那你覺得如果這邊是公務員 你覺得那個圖對於給你的長官看會有幫助 可以舉個手嗎 都沒有 所以這邊大概有一半的人覺得 如果拆成新制圖對你理解會有幫助 然後大家都不覺得如果拿給長官看會有幫助 那我們也有拿給長官看過 然後他說 我們是一直拿給兩個 就是比較長的前輩看 兩個人反應完全不一樣 就是有人一個是覺得說 欸 這樣很棒 就是我可以看 然後他會想要一邊開會的時候 一邊用手機平板一起加 然後另外一個就說我覺得這個沒有很清楚 我覺得這個簡報做不好 看不出來你們知道要做什麼 所以 我覺得那可以回應後面還有一個問題 是有數位落差的問題 就是我們在做這些數位工具的時候 就不是所有人都這麼熟悉 就下一個 不是那麼熟悉電腦還有門檻 比如說像便利貼 像芳瑞用的便利貼 或是我們用的是便利貼叫新制圖 像我自己就是很喜歡用便利貼的人 他其實也是一個思考的門檻 就是對某些人來說 他是看不懂新制圖 但是對他來說不止觀這樣 所以回到我們產品上 我們要給哪些人 其實這是我們在掙扎的問題 那我自己覺得是 給那些願意花時間的公民看的人 給執行計畫的科學員看 他可以用那個當作他的Data Base 比如說 比如說我們那天討論網路綜藝性 就有NCC的人來 那在場的有些工程師 他是法律背景 這樣的工程師就可以補 比較一些技術的 detail 在那個網路上 那這邊就有那個Data Base 雖然他不能直接跟長官說改變什麼 可是他會獲得這些 網路上獲得他需要的資訊 然後整理在這張地圖裡面 或者是我們假設狀況是 你想要上街抗議 你想要把問題釐清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用這樣的方法 把相關的真衣變成社運內部的 你一開始做的資料機 然後大家可以進來看 到底現在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 你說回答太長了嗎 好 所以我的意思是 我覺得這個 就跟今天早上Eason說的 或者是跟子余說一樣 就是 我不期待做出一張圖 就可以改變政府或什麼 我只是想 透過參與做這個地圖的過程 這個議題地圖的參與者 他們可以更了解這個議題 然後他們也願意把 因為是參與的時間 願意把這議題推廣出去 然後讓新來看的人 可以對這議題有更深的了解 然後就可以更參與行動 我的理解是 一個數位工具 它沒有辦法直接 我秀一張圖 然後就可以 政府就會改變方向 或是我就會影響我長官的決策 或是我就可以發個新聞稿 而是 這是一個整理跟對話的過程 比如說像 我們的工具 就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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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說老一輩的人是權力的掌握者 卻不會用這些工具如何應對 那請志浩回答 那個問這個問題的人有在場嗎 如果有的話你可以打開你的麥克風 因為我想問你 就是跨界使用的可能及案例 是什麼意思 請問問這個問題的人在現場嗎 他可能不想現身 或是不好不想現身 你今天沒關係 我覺得為什麼不 不過現在就是有點尷尬 因為這些工具我們都還在開發中 那有些是部分開源 有些是完全沒開源 然後多半這些所謂的技術工具門檻都蠻高的 所以真的有點困難 那我自己在想的事情是 我相信所有的講者都有這個感覺 就是我們在講科技兩個字的時候 或是這個大會在講科技兩個字的時候 我們都是focus在 我們都是把焦點放在資訊科技 那都是寫程式才會能夠run出來的東西 那其實有很多東西不是寫程式也可以算是科技 不知道剛剛小班講 或是方瑞他們講的便利貼這種東西 或甚至就是像V台灣的舒服的討論空間 其實也是一種科技 因為你要知道怎麼讓你的環境舒服 然後友善對於討論 所以這些東西都是 我覺得可以跨界使用的討論技術與工具 那我覺得就是 是否可以有跨界使用的可能級案例喔 案例我覺得好像 我自己是不知道也許其他人有 那我覺得就是 因為我自己關心的是公民政治議題 其實很奇怪就是 很多 所有的議題對我來說都是政治議題 都是公民議題 所以我好像沒有辦法 跳脫我自己的一些盲點 不好意思喔 那 使用這些工具 人有一定門檻 沒錯 數位落差我覺得是 GinV一直沒有處理的事情 然後也是沃草一直沒有辦法面對的東西 因為數位落差 對我們來說 對我一個數位原民來說 我沒有辦法 我有困難去想說這件事情怎麼辦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是需要大家一起來想辦法怎麼辦的 那當然大家可以說 我們就回家自己 跟自己的長輩溝通啊 或是什麼之類的 那這都是 就像我覺得 對我來說也是非常困難的事情 譬如我們自己家裡在吵 有關於國族認同的問題 那這些東西都是很難 就是 EASIER SET THEN DONE 所以就是 很需要各位數位原民自己 用自己的力量去改變老一輩的人 對啊 那如果是最後那一段 就是老一輩的人 全力掌握者 那如果你想要影響他們的話 一個方法就是insurrectionist 就是你要抗議 你要起義 那另外一種就是 你當一個institutionalist 就是你要進入權力 譬如說我之前 我之前想要 我之前當選了一次台北市的青年事務委員 就是一個很不知道是在幹什麼的 一個抬頭很奇怪 那這個機會就讓你有 跟柯文哲面對面講話的時候 那時候我就說那你們為什麼台北市政府裡面 開會不用共筆 那所以我們後來委員會就開始使用共筆 那當然還是有很多push back 譬如說有很多客人就說 共筆只適合拿來訂便當 不適合拿來開會 那對我來說就是一個 我就shock 我想說這到底是什麼樣的 有趣的想法 對不對 就是如果你要 你要改變權力掌握者 你就要靠近他 對我來說就是這樣 不然大家有沒有 來吧來吧 我想要回應就是 之浩說那個第一個問題 就是非公民政治議題 在討論非公民政治議題的時候 能不能用這些工具 其實我覺得都可以啊 我覺得永遠工具都只是個工具 就是你想要幹嘛 你想要訂便當也可以啊 我覺得 對我覺得 why not 對啊 然後還有像什麼 就像剛剛知道說那個技術的部分 其實不只是說這些使用網路 或是電腦這些工具 我覺得蠻認同的 因為像之前 唐鳳他一直在講那個 OID的東西 那有時候 我跟我媽吵架 我就會突然想 喔這只是我的情緒 那只是 對這是O 這是R 這是I 就是覺得 喔 真的 那交給小斑解釋一下 沒有沒有 轉討論法是一種 在討論的時候 OID分別代表 objective就是事實 R是reflection 情緒 然後I是詮釋 D是行動 那就是常常 大家發現的時候 所有東西都混在一起 所以 當你去知道 欸這個是情緒 我們就可以處理 你為 比如說你覺得 什麼政府貪污 所以你很憤怒 或者是你知道 哪一個 你就說誰誰誰 就是收了誰誰誰多少錢 那是可以討論的 對 然後或是你說 這都是哪一黨的陰謀 這可能是你的詮釋這樣 舉一些非公民政治的議題吧 例如說 欸 你有什麼不把我開門 剛剛我按 店裡按很久 然後就是喔 他只是因為剛剛很生氣這樣 他是情緒的反應 然後你就喔 釋懷這樣 在場可能會有更多 公民審議的專家 那他們有很多的技術是 怎麼去帶討論 然後幫助大家討論出一些東西 來 桑瑞要講什麼 我覺得 我對工具的想法 因為其實我們 在開發各種不同的工具 他其實 大家看到的都是工具的表面 但是其實他背後 會有很多的想要傳達的一些訊息 像剛剛我們在講說 為什麼我們那個議題分析 要怎麼樣分類 為什麼他是這樣幾層幾層這樣拉出去 他其實都不是表面看到的就是那個樣子 而是我們背後有一套邏輯 會希望說大家可以把資訊 去分成各種不同的類別 比如說剛剛小班講到ORID 他其實就是一種核心的能力 去幫助我們去面對比較艱難的 比較複雜的資訊 跟可能比較複雜的這個社會 所以我覺得如果不要把工具 只是看成工具 而是他是一個影響我們去 可能可以幫助我們 然後也漸漸可以影響我們去做 讓我們成為一個更好的人 然後在一個更好的位置去跟這個社會應對 我覺得這個才會是那個工具 最後他想要達成的目標 就是一個公民政治的使用 其實大部分我們在G0V最普及使用的 比如說HackPad或是很多的工具 它其實很多本來一開始設計 不是為了要做公民政治使用 我們的時候要一開始開始開發工具的時候 就有其他人跑來跟我說 你不能只做一個只給公民生意 或者是就是一個政治用的工具 因為一個真正好的工具應該是在商業的模式下 或是任何的場合都可以用得到 所以其實Hackpad或是那個方位常常用的real time 用的便利貼在商業的brainstorming的這個情境下 有些才是它本來被發明的目的 只是公民科技把它拿來使用 那當然我們自己是希望我們可以從公民科技的角度出發 做一個for公民的工具然後商業化也可以使用 但是就是它也可以拿來訂便當 好 謝謝 就像現在如果大家仔細看那個slido 現在本來是問問問題的工具 但如果大家看最新的問題的話 其實大家在台上回答的時候 台下的觀眾其實把他的想法寫在最新的問題上 所以如果大家覺得台上的討論你想反應 但是它並沒有在這個問題前面的話 其實你真的可以寫 盡量寫 讓我們知道說台下有其他人有一樣的想法 或是有不同的想法 或是有不同的想法 雖然我們在台上沒有辦法 每個都討論得很清楚喔 好 那我們現在就回答下一個問題 這應該也是問字號的 就是如果科P真的不參加給問的話 就只能放過他嗎 科P真的很奇怪耶 搞什麼 搞什麼 我是覺得 我是覺得啦 就是如果比較cynical來想的話 當一個人獲得權利和名聲之後 他就可以 他就可以不用做一些他本來覺得 他本來認同的事情 那他如果真的不參加給問的話 只能放過他了嗎 不然我們可以怎麼辦 那因為臥槽的政治影響力就是長那樣子 那臥槽是順著一波大家 就是把台灣公民的政治參與的熱度起來的一家公司 起來的一家媒體 那如果 那當公民參與政治的熱度往下降的時候 相關的媒體的影響力也會往下降 對不對 這還蠻 這還蠻 淺白意懂的 所以 那 要增加 對於當權者的壓力 那就是 兩個做法 一個就是你自己去施壓 譬如說你如果是台北市民 你就記信高 市長信長說為什麼不參加給問 那如果 你相信臥槽的話 你也可以把你的力量 借給我們 譬如說你可以透過定期定額 或是你可以 你可以來參加給問 在給問的網站上問問題 那這都是你把你的力量 借給一個組織的一種方法 當然你可以不要只相信臥槽 你可以相信別的組織 或你可以 你可以成立自己的組織去Push 你去Push科P做更多你覺得 他應該做的事情 開放透明相關的 相關的這個 叫什麼 的承諾或是 的行動 這樣子 那因為 給問的時候出來的時候 台灣人 或是至少我 完全都沒有看過什麼直播這種東西 那現在直播到處都是 那你看 柯文哲的團隊 他們就很聰明啊 他們就是每天中午吃便當直播 那就超級多人看 那其實這是他們 這是他們的 這是他們那個團隊的選擇 那他真的會 他真的會不參加或參加嗎 其實也還沒有 也還不知道 他其實就是一直 沒有承諾他會參加而已 所以就是 那請大家繼續的 對不對 如果大家相信給問這個機制 如果覺得給問 這其實是值得被 繼續 保存 其實被繼續 發揚光 發揚光大好奇怪 好滑喔 那就是 對 就是大家 就是靠大家了 對 當然我們也會繼續push 沒有問題 好不容易有一個給問 希望大家能夠盡量繼續參與這樣 對啊 譬如說給問了新的網站 我們也蓋了很久 因為我 剛剛大家看到了嗎 我是科技的召集人 所以其實蠻辛苦的 對 謝謝大家 好 謝謝 那請大家支持沃曹 如果你到網站下的話 往下 捲一捲就會看到捐款的訊息 所以請大家支持沃曹這樣 不好意思 接下來是一個問全部講者的問題 那因為這個問題 我是想說 因為我怕這個問題討論的太長 所以可能大家簡短的回答一下 就是 在假新聞的部分 政府和民間團體可以做些什麼呢 雖然這可能是cofax要回答的問題 不過請大家稍微簡短一下講一下 大家對自己的想法 還是cofax要回答 沒有啦 請大家講一下 不然就是啊 大家前面都有麥克風耶 大家可不可以就是不要客氣對不對 最近是不是有一個很奇怪的 hashtag 叫不要客氣還什麼的 大家可以自己覺得想講話就強化 完全沒問題 我覺得大家可以用cofax 耶 耶 是講完了嗎 大概知道你是誰 不過我還是不要點名好了 請問一下那四位有沒有要回答這個問題的 我們現在正在準備一個假新聞的專題 可以這樣嗎 可以這樣嗎 好 沃草會準備個假新聞的專題 可以這樣嗎 沃草會準備一個假新聞的專題 可以這樣嗎 我覺得對我來說不會是政府和民間團體可以做些什麼 而是每個人可以做些什麼 就是你從自己開始做事實查核開始 然後你會看到訊息會去double check 然後去影響別人或者是就很多種方法 真的 就是最近我要開始熱烈起來了 最近不是有一個很popular在Facebook上轉貼很多 那個什麼鄉民什麼停起來之類的 就是十個在轉貼前應該做的事 然後臥草的同事看到我們就覺得這很不錯 所以我們也出了另外一個 就是轉貼之前大家想想 可是我覺得現在就是 因為大家應該都有想過 所以我們要想的事情是怎麼跟 不在這個conference外面的人講這件事情 那這件事情現在我覺得各大媒體都沒有解 因為大家都太仰賴Facebook了 好 大家有沒有要再回答的 我覺得台灣的文化非常好 就是有一個搭電文化 反正就是你看人家在貼假新聞 你就在下面貼個真新聞 或者是說其實他的假新聞 其實根本就是 就也不是假新聞 就是你的假新聞 我不一定是他的假新聞 就是大家有不一樣假新聞嗎 那就一直互相打臉 那打到誰 看誰之後被打趴就這樣 就我個人是支持 就是法律人比較激進一點 不好意思 你們就是去法庭裡面吵一吵 然後 臥槽要講話 Cold Fact要講話 來來來 嗨 好 介紹一下 請自我介紹一下 誰沒有聲音 那個麥芬沒有聲音 因為美國會心想就知道 我們不要再 我沒問題 就是你那樣的 有什麼關係 其實ิ工俎 會不會 brake 那麼 很容易 這是科技學生做的 比niscient 好 你看 你可能從中小學的時候 你就可以教育他 如何去進行新聞文字的判讀 還有分析事實跟意見的差別 我們很多時候會不小心把他人說過的意見當成事實 或者是他人的觀感當成了實際存在的 肯定的狀態 可是那其實是不對的 我覺得假新聞的部分 所以我們政府和民間最可以做到的事情 其實就是從明年開始做起 謝謝 好 謝謝比琳 有要再講 沒有好 Covac是一個Line Box 所以大家可以在Line上面找到這一個 一起地體來幫助 就是說當我們看到假新聞的時候 我們可以找到哪些資料 來證實這個假新聞可能內容是錯誤的 或者有時候其實那是一種價值觀的辯證 就是整篇的文章其實背後 這個資料 這個資料 或許有真有假 但它其實是一種價值觀的混淆 那我在想這個部分 從綜合來說就是 應該是有 大家還是要重新認識媒體的內容 其實不一定是真的 那你可能要有自己的方式 去辨識媒體的內容 資訊 或許可以從加入Covac的公民團體開始 那有人有舉手 對不起 我舉了好幾次可能在後面沒看到 我就搶話了 那邊有人舉手 但是在哪裡可以舉手 後面一個 對 好 請先講 OK 我就示範一下 我就是屬於數位落差 沒跟上的那一個 我花了好多時間才搞清楚 原來是我要註冊slido.com才可以提問 然後再來我找不到 到底我可以在哪邊提問 然後我上GTV的網頁 我也看不到任何的說明說 我要怎麼在這個panel提問可以丟上去 OK OK 那等一下 現在也不急 反正快結束了 我後面 搶話就是最好的做法 對 吃飯的時候我會再去請教 別這麼說 別這麼說 自我介紹 我是台灣環境資訊協會的秘書長 那講這些事情 只是方面都要了解我的背景 那大約在1997前後的時候 在Web的浪潮的時候 其實那是第一波數位落差的 然後我們那時候最 我舉個例子 我那時候在眾議院當研究助理的時候 我要申請一個email帳號的時候 是需要經過老闆批准的 那我帶著去跟我老闆講的時候 他第一個問題是說 為什麼你要申請 用我的就好了 這只是呈現一個案例 讓大家知道說 數位落差它會隨著時代一直在改變 那我自己在協會跟我們內部 其實也花了很多時間 固定每個禮拜四早上 大概就是八點半九點 會討論數位落差的這個議題 也歡迎大家可以 會後可以一起來加入 好 那我要提的是說 其實我自己都觀察到 我已經是成為1995年被批判的那一個世代了 因為現在的世代的使用工具是手機 但是各位 我用鍵盤打字的時候 一分鐘四十個字 但是用手機在那邊滑半天的時候 很痛苦 但是我又觀察到我小朋友 九歲 他根本是直接對著手機講話 就把事情處理掉了 讓我非常的shock 所以這一個部分在整個事情的發展 我覺得其中除了這個技術的使用之外 還有一個是剛剛一個朋友提到的 我們現在在遇到的是一個使用者 尤其是大概六十歲 像我媽 七十歲 我用LINE是因為她 但是她開始用LINE的時候 就我們現在講的老人圖這一些 它是真實存在 那這裡面它出現的 其實是剛剛我們比較沒有談到的 就是說資訊應用的時候 這個工具可以加快很多傳播的速度 但是傳播的內容可能是有問題 或者溝通的方式 其實對他們來講他們並不習慣 所以這個事情 在現在又多了大家知道的所謂的網軍 以前我一直覺得那個就是中國的五毛 但是後來發現我的理解錯誤 它已經成為一個產業 透過公關行銷公司的操作 在影響一些事情 我舉個例子來講 因為環保團體我們會比較關心能源 看到乙和養綠這一個幌子的時候 我一直很好奇說這到底怎麼一回事 實證是在我的臉書貼上 合適的一些問題的文章的時候 我曾經試過一次 這個經驗當分享 貼上去不到十分鐘 竟然湧入大概二三十個莫名其妙 不是我的網友的人上來 五四三就對了 身為一個公民團體的公民 都會覺得說我們不是要溝通嗎 所以我花很多力氣在跟他們溝通 但是發現除了一支跳針之外 他們其實好像沒有想要溝通 然後我再進一步去看那些帳號的時候 發現他的臉書帳號是沒有在經營的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佐視用想之下 我把它封鎖之後 大約封了大概十五個帳號之後 就忽然間又消失了 因為他會發現說 在你的帳號五四三是沒用的時候 沒有辦法佔用你的時間 他就再轉移下一個目標 所以我也開始在觀察就是說 現在的這個網路上其實已經不只是 我們剛剛在談的媒體試讀的問題 而是有被刻意操作的這個部分是很頭痛 那它其實還對應到就是說 那資訊的傳播的限制跟判斷要怎麼去進行 其實它是一連串的這個問題 但是我覺得所謂的這個邏輯思考思辨 真正最大的問題都在老人家 然後年輕的世代就我的觀察是講道理的世代 只是台灣社會還沒有進入到講法的世代 只是開始注重而已 那所謂的分辨事實與證據這樣的一個 事實與個人意見這樣的事情 我覺得是真的滿重要的 那我只是想要分享這樣的一個事情 那幫我們自己在協會內部 我再多分享一件事情就是說 我們在指責別人的時候 我們試著把指責別人的事情 拉回來在我們辦公室裡面操作 就是將所有的財務的資訊 決策的資訊 會議的資訊 包含我們在進行年度計畫的討論 計畫的提案 全數透過一個雲端公開的方式 至少是針對內部 再進行討論操作跟排序一連串的事情 那就發現說內部的數位落差其實也很大 因為有很多越資深的同事 其實他們會覺得這是越消耗時間 因為以前可能只要一兩個人說了算 那現在變成是要很多的討論 但是這樣的經驗也許再找機會分享 只是算是一個反饋給大家就是說 我們剛剛討論的一些事情 可能背後還有一些不只是工具的使用的這樣的問題 那當然工具像Headpad 我用的開始想要在推廣的時候 它就不見了 那這也是另外一個在談 目前的這些shareware工具的困擾而已 OK 謝謝 好 謝謝 好 謝謝 其實我 其實這位分享的人 他跟我們這個主題其實有點 第一個問題其實有點類似 就是說其實網路釐清這個工具 或者是網路釐清的態度 其實是非常困難很複雜的 不是只是工具而已 那因為剛才有提到就是說 其實有些人不知道怎麼用slido問問題 可能我們現場也開放一些現場提問的對象 讓我們這個討論可以都兼顧這樣 那另外大家看一下slido 其實會發現現在已經有點像是網路討論區了 就是說如果你看這個最新的問題 其實大家在現場討論的意見 在網路其實都會有些回覆 但不一定是直接回覆啦 也有回覆肚子餓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或是說我們試試看這種方式來討論這樣 那我或許開放一下現場 因為我們還有十幾分鐘 現場有沒有要問問題的 請舉手好嗎 好 那編范 等一下可以先回覆一下剛剛的那個嗎 好 那不好意思 那位 趕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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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都是長輩他們怎麼知道這些訊息 他們就說他們就是里長不高然看的嘛 對 小班有趣嗎 對 然後我覺得就是用你習慣的工具去參與 而且我覺得不應該讓老 就是不應該覺得老人就是 就是 少了點什麼 對 就是好像 不講理啊 或是不懂啊 或是他很容易被騙啊 那這樣問題是不是就變成誰要終界這些資訊 如果說 因為GiniV一項譬如說共筆好了 共筆就是所有東西都會在一個地方上面 那如果就不會用共筆的人 他其實就是完全被shut out對不對 對啊 那怎麼辦 就這樣沒辦法 對啊 不然你就硬傳單啊 像那時候318的時候不是有很多人去硬傳單嗎 去塞信箱去幹嘛 你如果想要擴及到那群人 你就有那個 你就有那個義務去想辦法觸及到那些人 而不是說你們怎麼都不學網路 我覺得比較像是這樣子 我個人的理念比較像是這樣子 那當然如果他們能夠學習這樣的工具 他們願意學習當然很好 可是並不是說你不學你笨你不會用啦 搞什麼東西 就是我覺得像Code for Japan 我們剛從Code for Japan參加他們的年會回來 那他們也有在進行一些長者的就是城市教育 那他們的教育不是像開workshop或是交一群一起用 他們是比較像是說去問長者說你想要學 你想要做什麼東西或是你想要創造些什麼 那告訴他說 城市其實是可以創造這樣子的東西的這樣子 然後另外就是我覺得網路的討論其實是 你其實不是你回應那些網軍 並不是回應給網軍看的 回應的是在看你的留言的那千千百百萬萬個人 就是或者是你的followor或是你的朋友 就是他們看到你的東西 那其實他自己會去判斷到底哪個才是比較有道理的 對啊 這就是我的想法 謝謝 現場有很多人提問 那我先 因為剛才PM5我已經點到 我就請他先問 我想問一下對你們四位所做的專案給我的印象 都是你們似乎傾向忽略結構上的問題 譬如說在公務體系裡面的權力結構 或是剛剛的分享者所講到的假新聞這個問題 背後的公關公司的操作 然後資金跟政治力的介入 那這個並不是一個你們可以回答的問題 但是這是一個在GinniV社群裡面普遍的現象 所以我想知道你們對這件事的看法 跟你們是怎麼想的 好 在回答這問題前我想先確定 因為現在剩十幾分鐘 我想確定一下有多少人要問問題 宇昌還有沒有 後面有沒有 後面還有人要問問題 我這邊看比較不清楚 後面有 我沒有看到 如果有問題可不可以用麥克風講 可以麥克風說我要問問題這樣 對 因為我不見得看得到你的手 所以如果現在還有沒有要問問題 看起來好像沒有手 對 直接用麥克風說一下好嗎 不是 沒有手 看不到啦 那不然就是Slido上面再幾個這樣 對 那如果現場 現場如果暫時沒有 我就請大家先回答PM5的問題這樣好 請看大家 所謂的結構性問題是說 怎麼樣 哪一方面的結構性 是權利還是錢還是 既有政治體制 所有社會上的結構 例如說 所以我們在場全部都是insurgeonist 全部都是奇異的 就是管你的 我要推翻你這樣子 嗯 我不太確定PM5的意思是這樣 但我覺得他的意思是 比如說 他可能意思是說 我做這個工具 然後好像就說 我們把議題釐清了 那這樣這個討論就會繼續 而沒有去看到 這個社會的權力結構 比如說 真的是你議題釐清了 你就有辦法影響這件事情 或者是 或者是 在假新聞的部分 我們當然說可以從自己做起 但如果你面對的是 假設 外國政府 或者是有公關公司 刻意的輿論嘲弄 你個人要怎麼 或是這些工具 可以怎麼 對抗這個 結構 或者是 階級上的問題吧 我不知道 反正 大家都 有沒有要回答這個問題呢 這確好像 因為 我自己的理解 是GNV的 假設是 有足夠人參與 有足夠人 重新獲得 他們的Agency 之後 這些一群人 集結起來的力量 就會大到足以改變 既有的結構 我的假設是這樣子 好 你要講話 好 我想回答這個問題 其實這個問題我想了很久 好喔 之後的想法我曾經想過 但是我發現 如果這些人 集結在一起想改變一些什麼 但是如果他們對過往的問題 卻沒有理解過的話 結果他們會成為另外一群暴民 然後他們可能會打破了民主 但反而導致了獨裁 所以我覺得 在這個過程中 其實 不明與其說 不斷地去思考創新的方式 不如回過頭來 好好去審視 這個系統到底 它是怎麼形成的 它過去發生什麼事情 它是什麼去造成的 去看懂它曾經發生的那些問題 才會知道現在的系統 或是現在的結構為什麼長成這個樣子 那你知道這個結構長什麼樣子 你才會 在各種不可行的方案裡面 找出一個看似可行的方式 然後慢慢的去裸實 然後這個過程其實會相當相當的痛苦 然後也覺得更進一步講 其實是你到最後會變成 對人 甚至對自己本質的一個反思 因為我們現在的社會成為這個樣子 就是因為我們人的本質是這個樣子 而人的本質是這樣子造就了我們的 我們不得不然的民主 跟我們不得不然的待遇制度 那這些待遇制度 就造成了我們現在的這種各種狀況 那不好意思 我真的找不到什麼好方法 沒關係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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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 it 好 好 現場 好 芳瑞 所以我覺得順著剛剛宇昌的想法 就是我覺得最後要問的問題 我自己覺得也許是 what does it mean to be human 然後我覺得這個問題我還在想答案是什麼 但是我覺得如果可以想到的話 也許可以解決一些前面在討論的問題 好 謝謝 有沒有人還有提問 現場有提問的嗎 如果沒有我就繼續問slido上的問題 如果沒有看到你舉手 可以用麥克風講話一下 我們就知道你要提問 你剩下他問題 那遇到她家會 駕情況 有 最終 trave 這幾個問題 就是 這個問題 交談 有 我不肯然 有 velmente 就 por 不得 但減一個 運動 這個問題 可以 請 因為我沒有想要教他們用Cofax 最後只教會我媽使用 可是因為我在一個長輩團裡面 一天到晚就看到一大堆的奇怪的留言出現 我覺得這是很嚴重的事情 因為他們如果真的 每一個人都相信這些留言的話 對他們不管是身體 上面會有很大的影響 那這件事情 我就想說OK 我來做一個終界好了 這個可能就是 在所謂的長輩團跟搭載團裡面 去做一個連結 那我就是把他們PO出來的一些留言 我把它放到Cofax上面 然後Cofax有一些回答 我就再把它轉回來 到我的長輩團裡面去讓他們看 可是因為這樣子做久了 我發現他們每一個PO上來的 通通都是留言 那我做這件事情後來就被我解釋 那我會說 你在這邊是在幹嘛 人家只是在聯誼 然後用這個 用留言來聯誼 那你PO這些東西出來 只是表示說我是天才 你們是白癡 這種感覺而已 那後來我其實就比較 PO回來就是說 他們真的會PO出一些很利己 很容易傷到自己的東西的時候 我才會出面自己 那其他時間我就是在旁邊 讓他們自由發揮 那這個部分我不知道 在場的各位講者有沒有什麼 可以 方式 謝謝 在四位要發言前 我們要問Cofax要不要回答這個問題 好 那請Cofax亂錄一下 剛剛那個問題啊 首先Cofax已經做了一個新的功能 叫做一個案件 直接分享給原來的朋友 他會直接轉回去原本的那個群組 然後第二件事情 我們覺得 可以藉由這件事情 來激發長輩的榮譽心 不要讓他覺得 好像只有 像他那樣是天才 然後我們都是笨蛋 你要鼓勵長輩說 長輩學會了這個 你就可以成為天才 讓他就可以影響他們的長輩 成為一個天才的聯誼會 讓他們就有更大的榮譽性 去教導其他的長輩 好 謝謝 現場的講者有要回答 或是補充嗎 或者是那邊有一個 請說 抱歉 我在這裡看下去 我覺得我大概是這裡 所謂的長輩 因為我覺得 其實這種問題 其實你們現在很年輕 你們覺得 你們覺得 長輩怎麼這樣 我在你們這個年紀的時候 我也覺得長輩怎麼這樣子 好 所以也就是說 其實我想講的 我自己的小孩 大概是你們 然後他們之間 他就會說 你用哪一個 這個Messaging的軟體 然後他們就知道 他是哪一個 年紀 就是年紀 好 所以其實 每隔個幾年 又會有一個新的 又會有一個新的 所以我想 我強調是 是這種 這種溝通的方式 在每一個世代 都會不一樣 那可是 你現在要去改變 別的世代 要來跟你溝通 永遠是一件 你要求他 要用你的工具 這件事是很難做到的 可是我覺得 我們是要 去製造一些機會 讓世代間 可以來溝通的機會 好 所以像剛剛 我忘了是哪一位講者 有講到你們的做法 是有這個 你去еп fully 有這個 可以來溝通的 有這個 就是沒有這個 你來溝通的 無論 gae 是有這個 你來溝通的 有這個 在這個 你的 你來溝通的 剛才往前 就是 你去看 現場沒有遠端有人舉手對不對 是 我算是回饋 那邊一個 有兩個人對不對 好 那我先請右邊這位 我右手邊這位同學 其實我覺得蠻好的 我是都很認同他講的 跟大家剛剛講一部分 就是說所謂的長輩或小朋友 但是我的觀察反而 我的自己的立場反而是說 長輩只要不負責任 死路一條 就是要被淘汰 但是他又不會自動消失 真正掌權的 掌有資源的 就是那些長輩 例如說我常開玩笑講 從吳敦義 馬英九一直到陳水扁 蔡英文 是沒有讀過書的人 為什麼 我講的是說他們對於小時候 他們根本受的教育根本是不同的 他們沒有生態教育的這一些概念 環境教育我們都往小孩子去 所有的事情 大家第一個想要都是小孩子 因為小孩子最好欺負 當他長大的時候成為各位 就是其實是最棒的一個年紀 但是面對的是這個世界是 所謂的長輩搞出來的狀況的時候 又長輩不去面對問題的時候 那真的是很痛苦 我只是說分享這部分是因為 我們自己在自我檢討的時候 一直在想的是說 我怎麼樣不要把太多的爛攤子 再留給年輕人跟下一代 我們每一個人要願意用這樣的態度 就是說去努力改變 而不是等著被改變 或者是期待去把責任再轉嫁給下一個 generation 這只是要分享的 謝謝 謝謝 然後中間那邊 對 大家如果分享前 能夠先自我介紹一下 大家會比較知道你是誰 那請中間那邊 那位 我因為看不太清楚 沒關係 那個意思還 那個NO 對 我想是反映一下 就是前面幾位講者 包含說回應的人 其實說實話 數位落差 除了是有些人說是問題之外 我想各位應該都知道一個現象 很多長輩都會用LINE 會去用寶可夢 其實這哪有什麼數位落差 只是說他們是不是有引起他們的興趣 使用這個工具 所以工具從來不是問題 問題就是剛剛前面有一聲講的是 願不願意去花開放心思去學習 或是說去跟別人交流 那我想是說 這個如果我們是不是有一個 像是更多的接觸的機會的話 那變成像是類似寶可夢 這樣子讓大家去玩或是去做 就是變成一個很好的可以溝通的角度 也就是說 是不是可以在寶可夢上面 我們就是類似放入一些公民科技的議題 讓他們在抓寶的時候 去抓怪物的時候 也可以做到類似 到核能場的時候轉兩下 會抓到什麼 我不知道我沒有在玩 對不起 沒有這實際是其中一格改地的 對 好 謝謝 有人要再回應了嗎 如果沒有我們回到Style上 我們把最主要的問題再回答一下 那個喵的問 不是 就是說網路是一個理性問題的好地方 那我們要看網路常常的 路罵言論這些該怎麼辦 我們真能夠 取出我們需要的論述嗎 其實我覺得這個跟我們剛才討論是連在一起的 所以現場四位講者 因為他們有特別問誰 有沒有人想要先回答這個問題 剛剛不是回過 回過了嗎 都回過了 我覺得其實是要看不同的平台 因為 你在不同的平台會想做不一樣的事情 就是例如說在Facebook上面 可能你就是習慣 每個人不同的習慣 但是你總是會有個習慣 例如說像我在Instagram 就是PO一些廢圖 就是可能風景啊還是什麼 然後Facebook可能就轉貼一些文章這樣子 然後可能鋪浪就發一些摘文這樣 就是大家都有不一樣的 就是使用習慣 那如何去建立那樣子的平台的社群的一個習慣 例如說你在Mobile01上面發文 就應該怎麼怎麼樣 或是你在PTT的八卦版 如果沒有先講什麼可能就 如果沒有挺科可能 不是 就是 就是他都有他的文化 那怎麼樣去形塑這樣子的文化 讓人們去 我覺得其實像台灣 像PTT的文化好了 那就是如果有人講什麼 那其實後面的人他會貼一些 他覺得反對的意見 我覺得那個互相的一來一往 我覺得是蠻好的 因為像 因為像 我拿日本舉例也好 我自己比較熟 像日本有一個線上論壇 以前叫Nichannel 2CH 但現在叫什麼我忘記了 反正他就是 反正一般人 因為日本他的文化比較不會起衝突 所以你看到一些很誇張的言論 你也不會去 就是不太會去 就是你就無視他就好了 他們說 就是無視他 但是無視久了之後其實 在看這些留言的這些人 其實 其實 總是會有人被影響吧 那 你自己覺得 我就無視他好了 我不會被影響 可是 總是會被影響 那所以我覺得台灣的網路文化 其實我滿喜歡的 就是 因為大家雖然會吵 會鬧 可能有人真的是辱罵 那你就 如果他真的太 不是針對論點的話 其實大家也看得出來 這個人有問題 就是大家都算是正常人 可以去判斷 就是他的辱罵是有問題的 所以 你只要把 講更多建設性的事情 把那個文化洗回來 就是 就是我相信 會 行訴一個更好的討論空間 對 我可以看一下 剛剛那個 你archive的題目嗎 等一下 我想 我想確認我用的用詞 是不是 剛剛在講的是數位工具嗎 對 網路討論 它說網路討論 數位工具下一題 我覺得網路討論不是 不是重點 而是我們有沒有多元的管道 那這些多元的管道跟方式 又能不能互相串聯 我覺得才會是重點 嗯 我想 妳要 我想補充一下 因為我想回應剛剛PM5問那個說 我們這些工具 是不是都去忽略那個 結構上的東西 答案 答案有 我的答案是兩個 一個是 就呼應剛剛的網路討論 這些背後的辱罵 或者是在網路討論平台 它顯現的是這個社會本身 就是有這些結構 或是這些衝突 只是平常在網 在網路上沒有全部把這些東西 放出來 所以工具它 並不會有個論壇 大家突然之間 大家就會支持同婚 或者是 它的價值觀 或是會尊重女性 這種事情 不會 或者是像我們現在談AI 它就學習大家的網路言論 很容易就會學習仇恨言論 就是 這個還是要從改變社會文化下手 所以 平常問說 那 是不是從 我們是不是完全忽略結構 從現有的結構去改變 我覺得其實 我覺得 沃草 現有的權力體制 其實我們都還是 想要辦法要串回 現有的權力體制 然後現有的政治架構裡面 PEDIS 是在 行政院數位創新空間 我幫你講出來 就是 是在行政院裡面 去試著 在行政院既有的權力架構下去做 然後 Feed Taiwan也是 在至少現在或過去 靠政委的政治權力 你就必須承認就是 是因為政委的關係 這個平台 才 有辦法繼續這樣運作 那Sense.tw 我們後來發現做工具是不夠的 所以我們甚至有個討論說 你是不是要搞一個政黨出來 或是 我們還要寫 整理一些手冊 跟科技社群說 你可能去寫去給所長信箱 比你在網路上 按讚有用 因為所長信箱 政府一定要回 這些都是 我們認識到工具 還有它的 網路上有它的極限 你要回去 所長信箱 你要回去 告訴政治人物說 你如果不支持哪些政策 會沒有選票 你才有辦法 或是像過草給問嗎 也是一個 網路聲量 最後必須要轉回到 真正的政治現實上 才有辦法去影響 直接討論 所以我會找到 大概是這樣的 謝謝 有沒有再補充 那個網路謾罵什麼之類的 我倒是覺得 我們 曾經有一個加拿大的朋友跟我講過 他說我們 因為現在社交媒體都太大了 所以大家都放棄在社交媒體上的實驗和創新 我覺得這句話 雖然聽起來好像很平凡 我覺得是沒錯 就是我們 也許有更多人可以去嘗試不同的社交媒體 長什麼樣子 然後它的討論機制該長什麼樣子 它有什麼樣的限制 譬如說給問 對我來說 我在看給問的可能 也許 明年 可能它長得 會比較像是一個社交平台 就它有一個限制 就是 你一定要用透過問答的方法來互動 然後 我們會提供 譬如說怎麼樣 問一個好問題 譬如說工作坊 譬如說 線上的手 大會 因為我也是工作人員嘛 那等大會結束之後 我會認真地看上面的問題 然後在上面回答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繼續收看這個slido 好 謝謝 沒什麼好總結 請大家定期定的支持我照 好 那小班 好 那小班 喔 對齁 大會還有共比 對齁 大會還有共比 對齁 大會有共比 真的比較容易被洗掉 然後先回答資安這個部分 就是 我們的工 因為我們的工具是開來源的 可是我自己不是技術背景 我們過了實在現場 我不知道 我們到底的那個 資訊安全程度有 有多高 那我們用使用者條款 那我們盡量會之後 等一下 收拾一下子 我們盡量會去符合那個 歐洲GDPR的標準 但我覺得我們現在使用者條款 還沒有寫到那麼好 就是真的完全 寫清楚 讓一般熊者知道 我們到底會拿他的哪些data 所以我覺得 你使用任何工具 基本上 都要假設他會拿到你很多東西 那只能看他使用的條款 或是你覺得 你向上要用哪些東西 那sense.tw 現在 一些敏感內容很還好 因為我們現在是全部公開 那但是你的個人資料 就我們會收集你的cookie 來分析你點了哪些 在我們網站上點了哪些東西 這樣子 那 但是anyway 就是告訴你們要Tracking 如果你們要來用 還是歡迎大家來用sense.tw 然後給我們一些feedback 來看我們能不能把這個很辛苦 一年的專案 可以把它繼續做的 把它繼續做得更好 然後 隨時可以抓我 或者是我們 我們三十幾天 明天 今天幫我們去投unconference的票 讓我們明天unconf可以來討論區塊治理 然後就是線下的 然後在上場可以跟我們一些線上工具的feedback 就是你對於科技政策或這些 有什麼樣的想法 那我覺得今天總結的話 其實想回答在下面那一題說 會不會有焦慮說 沒有人來參加沒有人在乎 然後怎麼盡可能參加參與者 對這個超焦慮的 然後 那上次八月份在開門年會 我們隨便寫個題目叫 科技社群如何參與科技政策 我們本來以為只會來五個人 因為不知道要幹嘛 就來九十個人 然後瘋狂打電話訂便當 呃不 訂pizza 所以 用共鳴啊 所以 所以就是 會很焦慮 然後 所以希望在座的各位 不一定要用我們的工具 但是可以盡可能的去 參與這些東西 然後 呃 我倒覺得是 讓他們分 把這些東西分享出去 因為他們一定在 喔他們都已經來了嗎 我們休聖一下 就是讓大家分享 有沒有一個拉五格的概念 對 或者是從輕度 輕度參與開始 然後 希望數位工具是可以幫助大家 在各個不同的地方 可以就是 呃 這樣的一門看 然後可以完成更多事情 好 謝謝小帆 那我請子余 我 呃 呃 我個人的想法是 不要相信任何的工具 就是 今天小包我手上 就是麥克風就爆炸 也說不定 就是你沒有辦法 你沒有辦法相信任何東西 其實就是 就是 最好的方法就是 你自己做一個 就是你就知道 可是做一個用 又非常的重複造輪子 所以呃 其實像 所以為什麼我人類就 呃 衍生出一個方法就是 我們會制定一些標準 例如說我就會去檢核這個麥克風 到底是不是符合什麼什麼標章 那所以其實 就 資安這方面也 呃 政府也有一些標章 但是政府過了標章 一定是符合安全的嗎 就一定是不會 侵犯隱私的嗎 我覺得就是一個問題 對 所以就是 呃 我個人是學法律的 所以如果 你真的 覺得你個人的隱私被侵犯 或是 你真的有證據證明的事情的話 告他 好 就這樣 好 那你要總結 今天的 內容嗎 對我要總結 不是告他 對不起 對 就 呃其實今天我本來期待說 可以就是討論一些關於台灣的 就是整個對於政策的一些 討論 但是今天好像沒什麼討論到 這樣 那如果等一下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來跟我討論 或者是 呃也可以 呃 在我們 在 來我們小松 對禮拜三下按 晚上七點 對 可以到 呃 可以直接 Google社會通信實驗中心 那就 或者是加入我們的 Facebook群組 直接在Facebook打 V台灣社群 對 然後就會有 KKTX的那個 報名的頁面 大家就可以來參加 就這樣 也結束 謝謝 那請方瑞 好 因為剛剛那個問題前面的講者都有帶來 我就講 我們今天這個主題 最後 呃 希望的 希望看到說 大家對於你的明白跟我的明白 我們可以去趨近於真正的真實 因為我們每個人的明白其實都是一種Bias 但是我個人覺得其實Bias不是問題 而是我們可不可以看到各種不同的Bias 然後去趨近於那個真實 也就是說我們是不是可以看到趨近於所有的Bias 所以我們可以透過那個過程中去了解到真實的樣貌 每個人如果手都可以摸到整隻相 每個人如果手都可以摸到整隻相 就是不同的 不同 那個 那個大象的不同的部位 也許就可以趨近於了解那個真實 所以我覺得 如果我們可以往那個路上邁進 那工具只是陪伴大家走那個路程的 呃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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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助的點 好 謝謝 那我想大家可以去吃飯 就是今天我們的討論 很謝謝大家的參與 那Stidal上其實有很多的建議跟想法 歡迎大家可以在Stidal上再做討論 那我們的共筆 也歡迎大家在共筆上問問 我們的講者都會 有時間的話會來回答 或是盡情討論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